我发脾气,你蛮不讲理 少奶奶 少爷,你这个 寿官,日本的武器,无论刀枪剑棍 还有暗器,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 你说是不是 这个,是,是 说啊 中国传过去的 不是,寿官 在一千多年以前 我们日本已经有这些武器了 只不过是样和中国的相似 你说对吗,寿官 对,对,对 我说不对 还有,你们日本的文字 也从中国的汉字变出来的 变出来的 现在是讲武,不是讲文 现在是讲武 文武一样 文武一样 不同,讲武不要打了 打着打 比什么 少奶奶 什么都可以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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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受官 受官 你看 都是你弄出来的 不关我的事 是你 是你先弄手 是你说要跟我比武的 比武也不在这里 在哪里 在阴雾厅 干 小爷 是你 习 习 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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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国术的一种 叫做封手 这是中国的破腿 这是滚台里的捡腿 这是佛家的合掌 柔道 那快拿起劲 三叔 三叔 少爷跟少奶在房间里又打起来了 下来 看我的 我再来 这招国术内称作铁拐李丹水 还要来 你的拐子比我都短 你会输的 公子 公子 小奶奶 你怎么可以 说过来 下来对不对 小奶奶 真是 公子 为什么要躲起来 是不是扶了我了 不敢出来 我在等你啊 这拐子你 你能拐子你 你拐子你了 我还没有啊 看你这身打扮 又算什么 我说你不懂武术 这叫忍术 练得高深可以神通广大 刚才我手下留情 要是火药加强一点的话 会把你炸的粉碎 如果把小刀涂上毒 你早已没命了 这种功夫中国有没有啊 当然有 不过不叫忍术 在中国叫暗算 下毒药 用闷香 暗箭伤人 在中国武术界是不能用的 只有下三流的人才用这种功夫 你还有什么侮辱我的话 一起讲出来算了 谁侮辱你 我讲的是实话 武学之道最重要的是光明正大 最重要是克乱制胜 取胜固然重要 可也不能不择手段 这样做太卑鄙了 你说我卑鄙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这种忍术 你不学也罢 你根本不懂忍术的历史 就来乱讲 你这种见不得光的忍术历史 你讲出来我也不听 你 你这不懂日本武术的蛮牛 不配跟我打 停